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尔顿酒店举行 持续时间为两天两夜 出席的嘉宾邀请了半个香港娱乐圈和欧美明星 据说有300多位好莱坞巨星参加 并都是用私人飞机接送 这么隆重又奢华的婚礼 李文还不收嘉宾的礼金 更是给到场的亲朋好友送上价值20万的伴手礼 李文的婚纱到配饰珠宝更是高达上百千万 现场布置的花卉等都是从巴黎空运至香港 奢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但他们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 李文曾说目标可以生两个 不过这是天赐的礼物 最后没有也无所谓 当然希望有 其实他内心想有一个孩子 但是没有也没有关系 这可能就是一种释然 自己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从李文做了九次使馆来看 执着于要孩子的人 并不一定是李文本人 有幸了解过使馆 一般医生都建议做三次 超过三次 其实也影响他们的成功率 并且每一次使馆 女性恢复到正常的身体机能 都需要时间做的次数越多 恢复越久 换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对身体的伤害越大 这么多次使馆 意味着李文身体上承受了太多痛 各种激素和醋排卵的药 估计一共要打上成百上千针 可惜李文未能实现 生儿育女的愿望 这也成了他的心病 那么女人一定就要生孩子吗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 这个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人 去思考 在以前的社会中 女人生孩子是女性群体 必须履行的义务 不仅如此 还是男性群体和人类群体 必须履行的义务 否则人类就灭绝了 这个义务不是法律上的 也不是道义上的 而是种族存序上的 实际上 这个义务的履行 并不需要特意去在意 因为繁衍这个东西 是刻在生物潜意识里的 是自然而然的 人类群体的基因和激素 会使我们自然而然地进行繁衍 但这个群体 并不代表个体 也就是说 作为群体能繁衍后代就行了 至于其中的某个人生不生 那是另一码事 因为种族延续 是种族的层面 不能下降到个体的层面来看 站在种群的角度来说 有小部分人不生孩子 不仅无可非议 而且天经地义 甚至是有好处的 作为一个种群来说 必须要有基因的多样性 表达的多样性 这样才能有更加丰富的变化 长远角度上说 更有利于人类种群的繁殖 在生育这件事上 需要有不生的人 有适当生育偏好的人 有非常喜欢生育的人 才有利于这方面 基因的多样性发展 方便人类适应 未来可能的种种环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 有个关于生孩子的有趣的理论 男人之所以把大量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 而生孩子是人类超越一切 重中之重的大事 女人应可以生孩子 而天然就获得了一种 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和存在感 而男人却不行 所以他们只好通过拼命工作 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 避免空虚感 女人有不生孩子的权利 一 身心恐惧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都有自己的人格 别人不能逼你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对于是否生孩子这件事 有的人因为害怕疼痛而选择不生 因为影视的影响 他们身体核心里 对于生孩子非常恐惧 坚信 生孩子会使自己痛到不能自拔 也许他之后 克服了疼痛的障碍 会想要尝试做一个母亲 但是 他当下并不想生 没有人有权利去逼迫他 二 追求事业 现在的社会讲究男女平等 男人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 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外奔波忙碌 可是女人却总是被贴上 相夫教子的标签 并不是说这样不好 对于愿意这样做的人来说 这样很好 但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的人不愿意这样生活 我们也要尊重他们 他们不想在家相夫教子 甚至不想要小孩 认为小孩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事业 他们也想和大部分男人一样 追逐梦想 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 三 二人世界 随着生活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结婚的目的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 为了搭火锅日子解决温饱问题 而是两个相爱的人 想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对于两个相爱的人来说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和对方相见很晚 恨不得天天在一起 就像很多丁克家庭 他们希望每天都能够过二人世界 不想要小孩来打扰自己亲切的生活 如果有了孩子 他们的生活 可能不再是像谈恋爱那样 而是变得每天都围绕孩子的事情 并时不时可能会发生争辩 可能会影响双方的感情 四 心理压力 有很多女性刚结婚时 并不想立刻生孩子 因为感觉自己也是个孩子 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责任 但家里的老人 却很希望自己生个孩子 在还没有生的时候 会陨落生了他们管 可当女性真正生出来后 家里的老人们却又撒手不管 作为母亲又不可能不管自己的孩子 所以会觉得自己被骗了 本来就没有准备好做母亲的人 要立刻上任 心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因为要带孩子 不能和闺蜜出去逛街下午茶了 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了 不能像往常一样去健身房健身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导致很多人都不敢轻易地生孩子 生活应该是一张自由填充的画布 而不是充满填空和选择题的诗卷 当有人说 女人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传宗接代的 不生孩子的女人不完整 另一声音就会马上跳出来 女人结婚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那根生育机器有什么区别 生孩子就是女人妥协人生的第一步 反驳的声音听上去很有道理 但细品一番 说生孩子就是女人妥协人生的第一步的人 与那些说不生孩子的人不完整的人 其实并没有差别 都是在指导别人的人生 大家似乎都忘了 该不该生孩子这件事 要听自己的 当你决定带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 希望大家都能想清楚一件事 生孩子 只是因为我爱这个孩子 我想要生孩子 我想教育好他 让他看看这个世界 让他过自己的人生 他的到来不是帮父母稳固婚姻 不是帮父母完整人生 更不是父母投资的一份人生保险 只要想明白了这些 那么生孩子当然没错 有人靠天文之乐填满生活 有人靠职场上的努力获得成就 有人也可以享受持续的恋爱 终身的友谊 或者孤独的乐趣 我们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 经历以及生活方式 这种选择的权利 应该像空气 水和阳光一样免费 同样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 去指导别人 该选择什么生活方式 我们也不能给成功下定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